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去拍戏 我在台湾长大 然后我在香港经过我的那个青年时期 然后我到了国外去留学 然后再回到香港 然后呢我就觉得在台湾的这一段生活的这个时期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这次我把所有的这个经历都移到台湾去 这整部戏的台湾拍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因为毕竟这是我一个童年往事 你这童年往事 假设你可以忠实你的童年往事的话呢 这会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 这是军事重定 我怀疑你在资认台湾海岸线的军事经历 我在1951年一直到1964年的时候 我在台湾 然后这一段时期呢 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是比较缺乏 当你物质生活缺乏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就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啊 或者是寻找某一些你自己不可以实现的一些梦想 然后在这段时期呢 就是对我将来的那个创作啊 或者是想法啊 甚至乎一种那个不肯认输的一种精神啊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培养 我和很多不同的朋友呢 在眷村不同的眷村 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常到他们家去玩啊 然后看看他们的父亲母亲啊 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你再回去再看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磨灭的 像那些竹笠巴 或者是就是朋友妈妈他们包的饺子啊 那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吧 我 mess up 刘雨 收im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选转发 发 字前 进行 nossa 日子 去选顾 在 费 等 感谢观看